说起海贼王中的强者 不得不提起被誉为世界最强男人的白骨子 罗杰时代的佼佼者 仅次于罗杰成为海贼界霸主的人物 因为强大 总有一些心高气傲的人 想与其较量一番 不经历过绝望 永远都不会成长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三位不知天高地厚 年少轻狂的挑战者 沙克洛克达尔老沙 想要击败白骨子的缘由目前尚未可知 但是老沙对白骨子 可以说是特别的执着 早在二十岁出头的时候 就加入七五海 并且在那时就挑战过白骨子 虽然结局以失败告终 但时隔多年 老沙依旧没有放弃挑战白骨子的机会 在海底建立与陆飞等人 一起逃脱墓地 是为再次想白骨子挑战 老沙虽执着挑战白骨子 但却承认了实力 在顶上战争 看到白骨子屡屡褪败 愤怒的发生 太难看了 白骨子 该守护的东西就要好好守护 不要再让他们为所欲为了 我全艾斯年少轻狂 很贴切地形容着当时的艾斯 流淌着海贼王的血液的他 自然是心比天高 无为无惧 当时艾斯出海的目的也很简单 取白骨子手机成为海贼王 但是出出茅庐的艾斯 怎么也有实力击败白骨子 在白骨子手中一个回合都撑不住的艾斯 却换来一句做我的儿子吧 最终被白骨子宽大的胸怀所感动 加入白骨子海贼团 在艾斯背负白骨子的标志开始 就已经下定决心 自己要让白骨子成为海贼王 小丑巴鸡巴鸡 在罗杰船上做见习船员的时候 曾多次与白骨子交战 虽然巴鸡的真实实力不怎么样 但是嘴上的功夫绝对不输任何人 巴鸡曾放出豪言 就把白骨子的胡子染成红色 再顶上战争 因为受到其他越狱犯的过度追捧 再次向白骨子挑衅 虽然最后被白骨子的三言两语蒙骗过去 但也恰保住了一条命 顶上战争之后成为七五海议员 被誉为巴鸡大神 果然巴鸡的霸王色运气名不虚传 白骨子虽然在顶上战争中牺牲 但作为旧时代的牺牲品 林中说的豪言壮语 我是时代的惨大 新时代里没有能在我的船 ONEPICE是真实存在的 却影响世界发展的趋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